AG迎来正名之战 还能奋出 AG跟WB谁才是三组的倒霉蛋 孟磊回应一诺被拉踩的节奏 极光就一定比他好吗 当小丑 就是为了让别人开心 自己也开心 但是他什么目的都得不到 他就会觉得没意思 他就不想当小丑了 他就会当傻奔 一样的自信不是别人给的 打赢子墨才能算是顶级边路 就在6月17日 AG将迎来正名之战 如果他们被WB碾压 意味着队伍的实力没变强 反之要是能赢下比赛 或者有来有回 那下季赛的AG未来可期 同时AG跟WB谁输了这场比赛 最终有可能会成为三组的倒霉蛋 特别是WB搞不好还会掉B组 只是随着AG轻松赢下涛搏 很多玩家就开始拉踩一诺 一些老生常谈的话题又被提起 比如AG有一诺永远别想取得好成绩 或者是早就该上极光 对此孟磊也是做出了回应 真的是人红是非多而已 大幕大家的小黑一直很多 一直在 一直在拜英诺的节奏 很正常兄弟们 人红是非多 是这样的 劲都劲不过来 当一个小丑 没有人理的时候 他就会不开心 你懂吗 他就会不想当小丑了 因为当小丑 就是为了让别人开心 自己也开心 但是他什么目的都得不到 他就会觉得没意思 他就不想当小丑了 他就会当傻分 从小丑进化成一个傻分 很难受的 越死 随后孟磊还评价了一安 觉得他就是缺乏了自信 而所谓的自信 其实都是自己打出来的 如果一安又被紫墨碾压 他想要成为顶级边路 还有点距离 只是AG不会给他 那么多的时间成长 轩然已经被派出去历练 回归是迟早的事 留给一安 证明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那好像是有一段时间 没自信了 对 没有自信了 所以说有的时候 就是那种 有点微微 微微诺诺 你知道吗 怕 怕 所以说就没打得那么凶 但是如果你 放开了之后 你就打得很好 总的来说 AG赢下 韬伯可喜可可 但真正的考验是打赢 WB 这样他们才有冲击 S组的可能性 AG才有更多的时间调整 不过队伍的成绩越好 以诺回归的可能性越低 反之 极光的职业生涯 有可能就结束了 毕竟他在AG好多年了 这次不成功 也该出去走走了 至于一安 能不能成为顶级边路 也是要看他跟紫墨的对线 个人感觉 一安想要压制紫墨 有点难度 顶多五五开 最后大家觉得 AG能赢下WB吗 以诺跟极光 谁更适配新阵容呢